那現在這個企圖啊就很明顯了嘛 叫什麼政權 要在選舉的時候慫恿大家 不要去投不要去投 叫民進黨的不要去投 叫國民黨的 也不要去投也不要去投 我是假設啦 我剛剛隨便亂想 然後 全部拿紅旗啊五星旗什麼的 對不對 講了講了半天講到最後 喔原來我是要幹這個 搞了半天我都不知道要幹嘛 這個一定要要怎麼樣說服大家 不投民進黨的票 都不要投了 反正民進黨當選也沒什麼搞投 那也不要投國民黨票了 假設啦 就是不要投了 乾脆拿五星起算 就換換這個 這個 換一個新的 執政團隊 換一個新的執政團隊 就是啊 怎麼講大家都 我們都不要投票也不要去投票所投票了 就旗子拿出來揮就對了 觀眾景象好像好像 還蠻混亂的 哇那是什麼景象 突然都不要投票了 全部來五星旗拿出來揮啊 一個 假設啊一個新的 新的政權新的制度啊 我們要換這新的制度 人家願不願意換啊 那是要怎麼樣 跟我自己 有什麼關係嗎 我就換了這個 這個制度以後 對我自己好不好 對不對 我今天不拿民進黨旗了 我拿你的五星旗了 對我自己好不好 我可以得到什麼 還有 這個 就是每一條 每一條每一條每一條 你要有一個理由嗎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對我自己好不好 得到什麼 然後我會有 沒有了哪些的問題 我會有什麼 哪些的好處 一條一條列出來 人家才會願意說 好 都不投民進黨票 國民黨票也不投了 我們自己就 就 就 自己就 就 這個 旗子拿出來 我們這個 這個 團隊 就來 張貫我們 新的 新的 新的國家事務 張貫我們的國家事務 那 我現在 這種企圖應該是很明顯了啦 那我還是在這個 徵招嗎 徵招 有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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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加入我們這個 這個團隊 來做這樣的事情 做一些策劃 做一些 各方面的吧 各方面的 各各方面都要想到最好 做一些策劃 做一些 教育啊 科技啊 什麼的 教育方面啊 科技方面的 這個 這個還有各機關的 這個 轉移以後啊 這個 旗子轉移啊 你一定是 有些 想法轉移嗎 那希望這個有智者 能夠跟我進來一起想 如果我們這樣改的話 哪些要改 只有 一個圖案改而已嗎 對不對 只有 這個 今天把它改成這個而已嗎 那有 內容要不要改呢 就圖案改 那很簡單 沒什麼意義 內容有什麼改 這個 全力會被移轉啊 還有 以後的運作的方法 或是不太一樣 對不對 這些都都 都可以歡迎這個有志之士啊 跟我來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因為我現在已經很明顯了 就是要就是要搞這樣的事嗎 那我現在還年輕 我才42歲 我還有一輩子的時間來慢慢慢慢一直 一直做 做這個海峽兩岸的這個同意大約的這個事情 謝謝